第二题 第一小题 满足根号3s加6存在 则x的范围为多少 因为根号里面的数值必须是正值 所以第一小题 如果根号要存在 则3x加6 它必须是大于或等于0 因此3x必须要大于等于负6 两边除以3 于是x就要大于等于负2 因此x的范围是要大于等于负2 这个是第一题 第二根号3x加6等于9 则x等于多少 因此第二题 根号3x加6 所以根号3x加6等于9 主要两边平方 于是3x加6就等于9的平方 9的平方81 1于是移向过去 这时候3x就等于81-6等于75 所以3x等于75 两边除以3 因此x就等于25 所以根号3x加6等于9 所以根号3x加6等于9 则x它必须是25 这个第二 第三满足根号4-2x分之根号3x加6存在 则x的范围为多少 因为这是一个分式 分子分母都有根号 分子的根号可以大于等于0 可是分母的根号只能大于0 分母的根号不能等于0 所以第三小题 分式如果要成立 则根号里面的数值必须是大于0 因此根号4-2x这个要大于0 两边平方于4 4-2x会大于0 移向过来 所以4会大于2x 两边除以2 因此2大于x 或者x小于2 可是分子的部分可以等于0 所以分子是根号3x加6 它是大于或等于0 因此我们把两边平方 这时候3x加6要大于等于0 移向过来 因此3x就大于等于-6 两边除以3 所以x会大于等于-2 上面这个是第一式 底下这个第二式 所以x要小于2 可是x要大于等于-2 因此x的范围 小于2 但是大于等于-2 这个第三 所以x存在的范围 是x小于2 但是x大于等于-2 这个是第三小题 这个是第三小题 所以更是三鬆 放入评则